Let's go 大家好,這裡是PR哥哥 接下來這系列的影片會教大家各個肌群的詳細資訊 讓大家健身起來更加的順暢 那這一集是肩膀訓練的第二集 主要是教大家怎麼安排一個好的良好訓練課表 從新手到老手都會提到 要是沒有看過上一集的話,建議大家可以去複習一下 裡面有提到一些解剖還有訓練的重點 那等等,我會把訓練分成穩定期、肌肥大期還有肌力期來做講解 但是我建議大家不要直接跳到肌肥大去聽 因為穩定的訓練對你各個期間都是相當的重要的 那麼廢話不多說,就直接給大家看下去 我們先從穩定期開始講期 穩定期的主要一個目標就是訓練你控制動作的穩定性 提高你的肌肉協調還有訓練你的韌帶跟肌腱等等的 讓之後進入肌肥大周期的時候可以進步的更加快速 那我會建議大家一開始在接觸肩膀訓練的時候 都先以肩關節的穩定訓練開始練習 我建議可以先練Y、T還有內外旋的動作 簡單來講就是把你的手往後拉 讓它形成一個Y跟T的形狀 之後可以支撐個大概15秒左右 那內外旋是可以一邊做個一兩組一次拉 大概12到15下 這些動作主要是可以把上一集提過的旋轉肌群來做強化的訓練 然後Y跟T也可以有效的幫助你提升穩定耐力 幫助你達到一個更好的肩膀穩定性 那我們這個Y跟T還有內外旋可以放在每一次練上半身之前都練個兩組 那內外旋也可以一邊做個一兩組 一組做個12到15下 接下來我們就要進入到正式的訓練 那建議大家可以挑肩推、側飛鳥跟浮身飛鳥 來當作主要的一個訓練 動作選擇的話我在上一支影片有講到更詳細 那我們在這一個週期的訓練 都可以抓三組、一組12到15下 節奏的話建議一開始是離心3到4秒 等長1秒、向心2秒鐘 用慢速度先把你的動作練熟悉 然後我們組間休息大概45到60秒鐘 另外一個幫助你提升肩關節穩定性的重點 大家可以來看到這個研究 簡單來講就是跟你說 把中三角跟後三角練好的話 可以幫助你提升許多的穩定性 所以我建議大家 側平局跟浮身飛鳥 或者是類似的動作一定要做訓練 最後一個要點就是用不對稱 或者是不穩定的方式 來提升動作所需要的控制力 然後幫助你達到更好的穩定性訓練 比如說我們可以做單邊的啞鈴尖推 或者是單邊的浮身飛鳥等等 這些動作都可以穿插在正式的訓練之中 如果大家有在認真的做穩定期訓練的話 大概過了一個半月到兩個半月之後 就可以進入到肌肥大的訓練 那肌肥大的一個重點就是 把你的訓練量慢慢的提升 然後多加一點大重量 還有多一點力竭組 來刺激肩膀50%的快速 及提升肩膀的維度 那我會建議加入你是新手的話 可以一個星期從12到15組的肩膀訓練 開始做起 然後再慢慢增加組數 達到一個漸進性負重增加的效果 次數的話 我們可以抓一組8到15下來做訓練 我們一開始一樣可以先從YT 來當作暖身練起 但是變成是有在肌肉收縮的一個動作 那正式訓練組 我會先從肩推開始 我個人最喜歡用的是槓領的站姿肩推 因為我覺得做起來非常非常的舒服 而且站姿的槓領肩推 是研究顯示 最能夠刺激到前三角的動作 所以我個人覺得練完它之後 我可以把之後的動作 都更專注在中後三角來做訓練 所以接下來我會做額狀面外展的動作 來刺激我們的中三角 比如說啞鈴的側平曲 或者是類似的動作 那這些動作 我不會用太大的重量 所以我會建議你們 可以用地檢組的方式做到力竭 最後我們可以再挑一個刺激到後三角的動作 比如說浮身飛鳥 或者是反向的夾胸機器 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動作 那大家也可以嘗試 臉拉這個很棒的動作 來當作肩膀肌肥大訓練的結尾 我們一個範例的課表會長得像這樣子 那我會建議大家可以每兩個星期 就多增加一組的訓練組 來達到你這個訓練量慢慢增加的效果 那這個課表大概持續八到十二週之後 我們再進入到肌力的訓練 肌力週期有許多不同的練法 但是我個人喜歡專注在站姿的槓鈴肩推 然後把次數控制在一到五下 組數控制在五到十組 可能一天再搭配另外一個下半身的力量動作 以及三組到四組的側飛鳥來做訓練 那一個範例的課表大概會長得像這樣子 一樣我們肌力大概可以持續個兩個月左右 會把你的力量提升到最大化 那今天這支影片就到這邊 希望大家可以針對自己目前的階段 來做一個很好的訓練安排 那我們下一集的肩膀訓練會講到肩膀的放鬆伸展 還有活動的一些訓練 我們就下次再見 謝謝大家 大家掰掰 簡單